曲名片 作曲縣 中文應該是翻成七號生活圈 七號棲息地 那这个作品是从2003年到2006年 花了快四年的时间拍摄有关于七号地铁 在纽约的皇后区沿途的所有的风貌 然后非常巧妙的是 所有的古文明也是由一条河流运约而生 那这条七号地铁对我而言就是这条河流 纽约的皇后区是非常有趣 是因为当你搭这个地铁在地铁上 唯一的语言你不会听到的就是英文 因为大家都说他自己国家的语言 一直进了曼哈顿之后大家才说英文 经过统计皇后区有超过200种语言 做这一批作品有点像是19世纪 所以20世纪初所有的白人的摄影师到第三世界 去排一些就是那种稀奇古怪的人 然后再带回给西方人看 那对我而言我就是以一个外来移民的身份 拍了这一个很有趣的皇后区给 曼哈顿的人看 我的拼贴方式的拍摄 所以是属于多重视角 那多重视角这个就属于中国山水的近中远景 我是希望做摄影的时候可以呈现这样的方式 那其实这个跟摄影本身的单视角是违背的 那如果如何突破就是说你要拍很多张 然后去把它矫正它的那个透视感 那从前面到后面都是对到脚 那你看这个下面跟上面在实际上大概180度 你要看它的时候从看到你的脚再开上去 是这样 那通常来讲这样子的照片一般人用超广角 用鱼眼 那你看这个叶子会不会大 就是那个比例非常大 那对我而言就是我就这样拍嘛 拍一次可能拍了三四十张 你一定会在补拍嘛 然后不同光线的时候再拍嘛 拍完的时候就会是几百张 然后里面挑了七八十张去接 这本书里面包含了我十年的作品 对 从2003到201314 从左边到右边那个光线不是不是同一个角度 因为拍这个大概拍了三个小时 那三个小时太阳都动了 那其实这到后面就变成我比较喜欢的拍摄方式 就是说一个画面里面有时间感 可以看到夕阳 那你也可以看到晚上 那你也可以看到白天 那你看到这个公园里面 晚上是没有灯的 那没有灯你如果晚上去拍是黑的 那所以这一部分就是下午要把它拍下来 然后亮的地方等晚上拍 然后到时候再把不同时间的照片结合在一起 这张大概有两百多张组成 那我就是先把后面的景先抓好拍好了 然后前面这一个 这些人在一个一个去刻 所以刻就是说我这张照片就拍这一个人 所以说你看到这一个小男生跟这个女生 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可能差了两个小时拍的 那所以这些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我精心挑选的人 摆在我的舞台上 早期拍城市的风貌是因为 一方面方便自己去认识这个城市 对这是 然后到后面你想要表现的时候 所有的地景就变成舞台 所以我都在拍舞台 我到台湾一直读到17岁的高二嘛 那很多台湾像这些灯会啊 盐水风泡啊 或者是抢菇啊 这个是我们那时候高中生都只有在电视上看到 那现在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回来 然后亲身去体验 那其实我这么多年来创作快二十年 摄影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那我就是利用着摄影这个当作一个媒介 去探索或去了解说社会不同地方的地方文化 其实就有点像是社会调查学 或者是田野调查那一种 那一方面的思维 你如果长期住在美国 你就会非常思念耶稣文化 其实非常有趣的是 我之前做过所有的访谈 大家都问我说 啊Jump 你那个看景是怎么看啊 我说我通常呢 我就先到一个地方去 吃着他街上的小吃 然后看着景 你呼吸那边的味道 空气 吃着那边的东西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地方应该是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那你需要怎么样去呈现它 那你需要怎么样去呈现它 拍完台湾北中南全部串起来的时候 你会对这个社会 对我们台湾社会更了解 对我而言 然后清平上合图这个是我在拍多重视角里面 希望是可以突破的 但是在技术上是非常有问题的 就不太可能拍啦 因为你每次你如果动了 然后又拍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建筑物不同角度拍的时候 那就是不一样 你除非你在空 你在空中也是 但我最近有帮那个 美国的花旗银行拍了 他们的作品 然后我是在五十几层楼用长镜头拍 其实还蛮像是清平上合图 我大概这辈子都在记录 人类的文明 那所谓的这个记录 不是不一定是写实 那因为我的照片比写实更写实 所以我呈现出的画面是比你真实在现场 或者是一般人用他们自己的相机拍摄的 更贴近现实 但我的真实并不是每个人的真实